大家好,欢迎光临优酷软件加园 今天我们来讲解仿真软件中比较指令的应用 这里程序已经编写完毕 我们从第一排开始讲解 如果开关XR4B和T0开始计时 上面K50表达的含义是 50乘以T0默认时间100毫秒等于5秒钟 程序第二排 这个是一个比较指令 判断如果T0当中的定时时间等于K20 这个时间是20乘以100毫秒等于2秒钟 如果T0的定时时间到达2秒 SETY20指示灯点亮 那么如果因为T0还是继续在定时的 所以当T0的时间到达5秒的时候 执行RST指令 那么Y20灯熄灭 在操作开关单元部分 我们可以观察实际效果 X20B和T0定时2秒灯亮 到达5秒的时候 A灯熄灭 程序执行到这一行 本次课程到此结束